老刘的尝试宝典 全世界最有钱的十个人 就是前十名 而这个呢 是有所根据的 他是富比式杂志 他每年都做 他找了很多人去调查采访 那资料当中公开透明的了 因为富豪嘛 他要缴税嘛 或者公司有财报嘛 所以他们就是杂志社找几十个人 一百个人这样子 去调查 搜罗各种资料 都是公开的啦 那但是呢 并不包括皇族 有些沙古地阿拉伯国家皇族 因为他没有公开上市嘛 还有独裁者 就等于国王啦 独裁者还有买卖武器啦 什么什么洗钱啦 财富来 这都不算 就光明正大的 所以这个富比式他调查光明正大的 就是你有开公司 有报税 有资产 这样子 那些皇族独裁者 那些不算 那不然的话 还不止这些了 那我们先不看这些数字 其实这些数字很重要 也不是很重要 就是很有趣啦 我们了解一些数字 那待会再讲 我们先看比较不枯燥的 这世界 全世界最有名的 2019年 去年 最有钱的 刚出炉的 那今年还没过完吗 那你 没关系 待会会有照片 会有照片 你先看看 名字 没关系 你不认识 没关系 但你至少知道 他哪一国人 什么公司 第一名是贝佐斯 我们去讲他的姓 他叫杰弗瑞 贝佐斯 一般就是加贝佐斯 亚马逊 全世界最大的 现场购物网站 当然比那个 中国 淘宝那些还要大 美国的 金额 因为这都天文数字了 所以金额就说 你一下子没 搞不清有多少钱 没关系 就是这边先 先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待会会 会再说明一下 1300亿 美金 美金 那到底相当于 多少人民币 台币待会会算 算给 那当然了 你自己数学好的 就知道 你就大概乘以7吧 乘以7就是人民币 乘以30就是台币 第二名 比尔盖茨 我们先知道这个名字 我们待会看照片 你就大概了解 微软 这个有名的 Microsoft 美国的 你看 大部分都美国 900多 965亿 反正就大概差不多 500亿到1000 1000多 1300亿 大概这个范围 美金 第三个是 巴菲特 年纪蛮大了 他不生产什么 他投资 专门投资人家 他不叫亚马逊 线上 购物微软 软体 他是投资控股公司 叫Poker 以前没什么名 后来因为他变大富翁了 就这公司有名 因为他的那个投资 他专门投资股票 投资上市公司 然后就眼光独到 所以那个这公司 他的旗下投资人 赚很多钱 然后那个 我们叫阿尔诺 阿尔诺就是LV 我们说LE LV的包包啦 一些法国的名酒啦 一些就奢侈品 他专门做奢侈品 贵 都是富豪在买 所以他也是 他也是有钱 然后这个史林 卡洛斯史林 墨西哥我们一般 亚洲人比较不清楚 墨西哥电信 电信集团 因为他垄断的 独家的 所以就大嘛 一个等于是一个国家的 那他 当然他有可能又做 美洲 你看 整个美洲 他不止墨西哥 整个美洲 当然他不会做到美国啦 就可能做那个 中美洲南美洲 这样的意思 你看 墨西哥电信 美洲电信 整个美洲 就除了美国加拿大以外 卡苏集团 他奇效好几个 所以他也大 西班牙你看 法国一个 法国LV嘛 做奢侈品 Chanel什么东西 奢侈品的 合理 墨西哥他做整个 做美洲 但不是整个啦 做很多 美洲国家也不少啊 那你说 电信都给他做 那当然打 奥尔特江 那西班牙人 有一个 印第访集团 就专门做时装的 当然你说 他不会只做西班牙一个国家 有限嘛 就可能 西班牙是欧洲嘛 就可能做欧洲嘛 就是很大 国际的 服装公司 服装公司 奢侈品公司 搞电信的 搞这个 服装的 流行时尚 欧洲人都要买 然后那个爱立生 劳论是爱立生呢 他又 接下来你看又是美国 夹古文公司 夹古文是中国的夹古文 那不是 他只是翻译成夹古文 跟夹古文没有 跟我们那个商朝的字 没有办毛钱关系 他就是一个商业软体 还有伺服器 软体商业办公室要用的 还有一些伺服器 那很多公司都要用 他比较不做个人的 所以我们个人 比较不了解他 企业都了解 然后呢 Facebook有名 脸书 祖伯克 马克 祖克伯 美国人 年纪三四岁而已 这么年轻三四岁 你看我们年纪 五十五岁 贝佐斯也不大 那么六几 这个巴菲特 快九十 只有他最老 其他七十多 一般七十多 这个也老一点 那时装的 那个老板也老了 那祖克伯 年轻三四岁 六百二十三亿美金 然后彭博社 就是美国那个 当过纽约市长 那个彭博 麦克彭博 他是那个 搞商业的 商业集团 提供讯息的 配集 賴地配集 就说Google Google有名啊 Facebook有名啊 微软有名啊 好 我们看看长得什么样子 这样比较生动一点 第一名 贝佐斯 光头 大不敬 不好意思 光头 没头发 亚马逊 55岁 也蛮年轻的 第一名 全职业他第一名 认清楚 第一名 最有钱能长这样子 第二名呢 就是老的呢 每一次榜上都有名啊 这是老字号的啊 永远 前十名永远都有他 其他人 有人新进来 有人淘汰出去啊 那至于他是怎么筛选的 待会 那个文字 会介绍 因为文字一开始枯燥嘛 所以我们先弄一些照片啊 他这个 排行榜那些 就比较 有点趣味 比尔盖茨一有年纪了 微软 有名 所有电脑都要用他的 所以他大 对不对 所以苹果也大 苹果手机很多人都用啊 但是苹果你可以用三星的啊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中国大陆的啊 是不是 你可以用日本的啊 可是微软你就要用他的 谁也跑不掉 你说我不要用他的系统 可以 你用别的系统 就是不好用 就是他当时赚钱了 所以windows还有office 那个办公软系统 然后他后来又 又最近这几年 又又搞那个云端 他请了新的CEO 花伦巴菲特快九岁了 他扑克夏 就是他是投资股票 叫股神 他外号叫股神 股神巴菲特 后来他就是跟人家吃饭 你跟他吃一次饭 给他花一百万美金 贵得要命 跟他吃个饭 跟他请义 跟他聊天 华伦巴菲特长这样子 那这个法国人 阿尔诺 贝尔纳阿尔诺 那就是LV嘛 你看LV就知道 他还有 不只是那个名牌包啦 薄金包什么包 LV包啊 还有他投资香水啦 投资服装啊 投资洋酒啦 白兰蒂红酒啊 就是反正奢侈品 奢侈品他都投资 所以大老板 当然有钱 法国人 那我们再看呢 墨西哥电信大老板 每周电信他在做 不是每一个国家 就很多国家做 叫死灵 有钱 搞电信的 这是西班牙的 印第纺基人 就实装了 你不要说他是纺织 不是做实装的 欧洲人有钱吗 大家都那个 有钱人都买好的衣服吗 他就赚钱 奥尔特加长这样子 甲骨文 年纪也不大 勞论是爱丽森 坐办公室软体 伺服器等等 这个大家都认识 马克 竹克伯 脸书 就他的 年纪很轻 年纪很轻 他会讲中文 他会讲中文 就太太好像中国人 太太中国人 所以小孩子也会讲 他中文不是说 只是讲几句 他真的会讲一些 就沟通上面没有问题 很特殊 所以前面这十大 大概只有他中文可以讲 然后那个彭博 彭博老板 当过纽约市长 彭博 长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年轻 莱莉佩吉 Google 他是合伙人 Google有好几个 他其中之一 他的股份多一点 我们就涨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看看这些数字 什么人可以列进去 我们都不行 美金十亿 就人民币大概七十亿 台币就三百亿 你没有台币三百亿 你不能上榜 你没有人民币七十亿以上 你没上榜 当然了 如果你是皇族 沙利阿拉伯皇族 他不包括 因为那个不好弄 他没有公司 没什么 所以 当然 真正有些有钱人不在里面 他金额不好算 他也没开公司 他是皇族 产石油 他独裁者 国家都是他的 那钱更多了 还有一些 做那个 军货买卖 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的 那这些不包括 那实际上 实际上 那些这些人 掉出来的话 可能更恐怖 但是我们就是 资料 公开透明 就是 十亿美金以上 你才能够 入这个排行榜 富比市 台方榜 那多少人呢 2200多人 就说 资产算得出来的 股票啦 房地产啦 报税啦 资料 就是你的个人资产 在十亿美金以上的 有2200多人 当然你加上皇族 什么 独裁者 什么东西 可能也许 快3000人了 我们大概是个比例 但皇族那些 不会超过2000多 因为这个人很多 可能再加几百个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那些 不管了 皇族不管了 没有人统计得出来 只是到 他们搞不好 搞不好第一名 他就超过贝佐斯 那个国家就他的吗 那这个没办法算吗 就像古代的皇帝 那整个 你说唐代宗 那整个中国就他的 那他的钱怎么算呢 好 平均资产多少钱呢 你说 有十亿美金可以上榜 可是呢 平均的资产 四十亿美金 那你说 譬如说 最后一名是十亿 那他也没有四十亿 那人家 人家就是一千多亿 所以平均 四十亿美金 所以这两千 两百零八人 当这个数字 不用去记了 就是说 他每年都会变 多多少少 大概就两千多人 两千出头多一点 平均他们里面 你在两千两百多人 如果你的平均资产 在四十亿美金 以下 你就算穷人 你说 我有十亿美金 我入排行榜 可是 这两千 两百多人 比如说他们集会 聚餐吃饭 然后问 你多少钱 你说我有十亿 你穷人 你有四十亿 普通 你有个五六十亿 七八十亿 普通 你大概有上百亿美金以上 可以来聊聊天 搓头雪茄 喝喝酒 那我们身份 还可以谈 你说你十亿美金 你是这个排行榜 小弟 你到旁边去站着 你说 那我有六七 七八十亿 也是小看了 在旁边听听就好了 大概你说 你有美金 我有一百亿以上 来 班长椅子 坐一坐 你如果说 我有个三四百亿美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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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分量 来那个 上好茶 看座 上好茶 泡好茶 来开个香槟 那这个 它比前一年 我们这是2018年的数字 它比前一年 就是增加了 平均资产 就增加了 三点五亿 平均哦 也就是说 这两千两百零八人 不管它前一年多少人 平均每一个人增加了 三点五亿美金 一年 你说我们一年 赚个台币赚个一百万吧 中国大陆 你说赚个 赚个二十万吧 二十万人民币啊 人家是一年 就增加三点五亿美金 一年 不是一辈子 不是一辈子 赚三点五亿美金 人民币再乘七嘛 台币再乘以 三十嘛 那就 它一年就增加 差不多一百亿台币 就增加一百亿台币了 二十多亿 人民币 它是一年就增加 不是 它不是一辈子 我们台湾人嘛 我们算台币 我们说台币有一百亿 这个不得了了 人家是一年就加一百亿 当然 它有可能 明年它又缩水啊 它又少一亿 一亿两亿 也有可能啊 但基本上都是往上走的嘛 所以你看 它一个人哦 两千两百多人 一个人 它一年就加上 台币就是一百亿 一百亿 等于说它一年收入 当然是它的增加 好 那我们再看看 那这两千两百零八人 他们的财产 不包括黄族独裁者 不包括 它总资产呢 九点一兆 当中国大陆讲万亿 那我们就统一讲兆好了 那你自己 中国大陆人去看 就自己兆就是万亿 九点一兆 美元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百亿千亿兆 三个 三个那个斗点 因为 因为那个外国人 就是用那个三位数 一个斗点 我昏倒了 没概念了 我们一般就说 几百万啊 几千万 还了解 你说上亿就已经没什么 就已经没什么概念 碰不到嘛 然后你说十亿 哦 更 更没办法了解 百亿千亿 然后到兆 而且是美金 不是人民币 不是台币 那它比前一年 增加一点十兆 所以呢 这两千两百多人呢 它一年增加的收入 然后财产增加 就是一点四兆美金 就台币 四十多一 四十多兆 它一年就增加 四十多兆台币 这两千多人 不是 几万人 几十万 就是两千多万人 就两千多万人 不是 两千两百多人 一年就增加台币 四十多兆 台币 那美金是一点四兆 好 那我们这个 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 我们看看 当作一个趣味吧 它九点一兆 这资料 是那个 富比士调查的 不是我说的 是不是 当然除非说 我引用错误 我超错 可是应该不会啦 那九点一兆 等于多少人民币呢 六十三点七兆 小数点不要算 六十三兆 中国讲 六三万亿 人民币 天文数字 以台币呢 哦 昏倒 两百七十四兆台币 这是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没多少啊 你排出来 是不是 有些学校学生就超过两千人了 对 两千人一排出来 当然人也不少 可是 问题是这两千人 你排出来 也看得出来啦 两千多人排出来 也还好啦 它 它就 它资产就 资产就给你搞一个 六十三兆人民币 两百七十兆台币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呢 就同一年了 2018政府支出 就整个美国 不管它国防外交啦 要修桥补入啦 要教育经费啦 要交通啦 要外交啦 就整个美国政府支出 一年四点一兆 所以这两千多个人 他们的财产可以让美国政府 花2.2年 那你说那也不多啊 两年多 那问题美国多大啊 它一年要 美国三亿人呢 就是美国政府 一年还要买航空母舰呢 造航空母舰 国防买飞机啊 什么 它可以 这两千多人说 我们财产捐出来 可以让美国政府两年多 你不用抽税了 我可以让你花两年多 不管你是 你是什么 所有人受教育啦 修桥补入啦 卫星计划啦 什么买航空母舰 全包了 两年多 那中国呢 大概两年 因为中国前面的 政府支出是比美国少 一直是比美国少 然后它中国有钱啦 所以不知道这资料 有没有错啦 但是 到2018年 中国居然 赶上美国啦 所以美国一紧张 哇 中国越来越大 那中国也可以让 政府花两年啦 那中国 你看那个国防预算多大 多少人啦 你说美国是养3亿人啦 可以让他2.2年 那中国是13亿多啊 可以让 让那个 整个中国13亿的人 对不对 就是政府支出嘛 就是照顾他嘛 这个国防外交什么的 可以让政府花两年 那台湾就扣连啦 可以花135年 如果这2千多人 把财产捐出来后 台湾的政府 我们叫中华民国政府 不要抽税啦 135年不用抽税啦 泡泡啦 那台湾小啊 以前台湾 三四十年前 那时候 亚洲四小龙说 哇 一个台湾 就可以比一个中国大陆 那现在 你看 抠连啦 中国大陆可以花两年 台湾可以花135年 那你看 那台湾现在 当初跟那个 一个台湾就可以 跟整个大陆 起鼓相对 因为那时候大陆是 封闭嘛 搞文化大革命 什么东西 大家穷了 都骑假大车 能骑机车都不错 像是中国发达的 所以有人开玩笑吗 说中国大陆的人 到台湾 到台北市 台北市最繁华嘛 台湾这个 然后说 这台北市怎么像一个 小都市啊 像一个城镇啊 还不是 不像我们北京上海 你觉得这是台北吗 因为 你去大陆 常去大陆就知道 大陆一线城市 甚至二线城市 一线城市就比台北市 感觉上繁华 二线城市就差不多 那大陆一二线城市也很多啦 所以这个 人比人气死人了 没办法 就中国大陆越来越大 越有钱 台湾就越来越没落 当那有政治上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 第一名 贝佐斯 他个人就 1310亿美金 等于多少呢 快一兆人民币啦 差不多 四兆台币 一个人就这么多钱 他个人的资产 就这么多 1300多亿美金 等于9170亿人民币 快要一万亿啦 快一兆啦 那乘以三十 等于39300亿台币 这是不会算啦 我们就讲四兆 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觉得是 用资比万亿啦 因为亿 又百亿千亿 又万亿 那又个资啊 又那个三位书啊 好 那讲到这边 很多羡慕的钥匙啊 再讲下去 大家会哭啊 为什么会哭呢 前面你有钱 可是没关系啊 你有钱是你有钱啊 那我没钱 我没钱 井水不犯河水 但接下来你会有 同理心 你会想哭 前八名 刚才我们介绍十个 不要十个 八个人出东就可以 已经超过全球一半 人口的总资产 那不是最 什么最穷就是一半啦 就是我们一半就是 资产在后面的一半 所以这个 就超过全球一半了 比较穷的 那当然了 这个资料有问题的 什么叫全球最穷 到底是全球 比较穷的那一半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有点争议 好我们不管 我们就说超过全球一半 最穷人口的总资产 那这个就比较明确 前两千位 就是差不多这两千人了 已经超过全球 六成人口的总资产 他两千就把你干掉 所以你说全球 像七八十亿 其中的四十六亿人 的资产 当时这比较后面的 就是后面的四十六亿 就是六成 比较穷的六成 我们说一成两成 我们按那个财富分 就后面的全球 七八十亿人 比较后面的四十六亿人 很多啦 他两千人就把你干掉 那就是这怎么办 那这怎么办 然后又要哭了 百分之一的富豪 前面百分之一有钱的人 拥有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 快要一半了 全世界快要一半的财富 就百分之一 我们说一百个人里面 有五十个人的财富 他一个就把你干掉 那就很可怕 是不是老是发奖品 有一百个人 一人发一份 结果呢 有四四个人分不到 就一个人拿走了 那大家不革命啊 不来闹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YouTube有好处 就是你可以定格 你可以回放 你再看一下这些数字 是不是 夸张嘛 有钱 有钱到不行 是不是 那我们看看 这个再看一下 就结束 你看贝佐斯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他一千三百一十一 但是这是看什么呢 他比去年 比前一年 这2019 他比2018就增加了快两百亿美金 一个人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把他跟前一年的 那个减掉 当然有些是减少 所以你看贝佐斯 他一年增加 财富增加就快两百亿 两百亿呢 自己去算吧 人民币什么东西去算吧 比尔盖茨也增加六十五亿 当然 华伦巴菲特因为股票 那个差一点 少了十五亿美金 你看 贝佐斯增加一百九 比尔盖茨增加六十五 那做LV的精品 那有钱人有钱啊 所以拼命买啊 又增加了四十亿美金 当然这个电信集团 他少了三十亿 这个少了最多 那个时装的 少了七十三亿 所以这个上上下下 也是波动了蛮大 那我们就看第一名 哇 增加一百九十亿美金财产 那我们看 美国最多 你看全市民里面 只有三个 法国一个LV的奢侈品 墨西哥集团 那个电信的 西班牙搞那个服装的 就是三个 所以美国为什么大 国家也大 航空母舰也大 什么都大 好莱坞电影 也是大家全世界不得不看 全球全世界 前十名有钱的 美国就占七个 就占七个 是不是 亚马逊 微软 那个投资公司 股神巴菲特的 Poker下海色微 Facebook 脸书 甲骨文公司 商业软体的 彭博 商业 搞商业的 Google 前十名美国就占七个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就结束 亚马逊 亚马逊的 贝佐斯长这样子 比尔盖茨 微软长这样子 巴菲特股神 股神 Poker下海色微 做LV的 法国人 长这样子 墨西哥的电信大亨 然后那个西班牙的 服装的大亨 甲骨文商业软体的 年纪不大 脸书 青年才俊 长得很可爱 还会讲中文 然后彭博 有一点年纪了 谷歌也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看看 增加一点尝试 全世界最有钱的 十个人 然后 富比是 全球 他叫全球富豪排行榜 两千多人 他的钱 九点一兆 美金 刚才换算了很多 等等的 今天讲到这里